哇 好高级的汽车玩具 中文艺 这是真的是给我的吗 那当然了 这是我上次一语经贷得了一等级 妈妈特意买给你的奖励 太好玩了 我要找蘑菇头派武一起来玩 好呀 蘑菇头你快看 这是奶奶给我买的新的洋公汽车 还能变形呢 看我的 只是奶奶给我买的宝马 还能飞呢 那我们一起来玩赛车游戏吧 好啊 蘑菇头派武 你们也有新的赛车玩具 这好我 什么叫爷有 我们这么高级的赛车玩具 你见都没见过吧 蘑菇头你别理他 他整天就喜欢装大一把了 咱们去别的地方玩 好呀 都怪你 把我洋红赛车撞坏了 你还敢说我 要不是你忽悠我说他会飞 我的玩具车也不至于摔坏 哎 洋红你先问我下来 哇大爷 你这玩具车好高级啊 对啊对啊 居然还有装手跑到的 这是大型双人机机轨道赛车 你看 看他还很烟地气呢 哇好好玩 大爷 你能带我们一起玩吗 我们的洋红赛车都摔坏了 对啊对啊 这是两个人一起玩的游戏 你一个人玩多没意思啊 大爷还不要带你们玩呢 之前大爷找你们 就是为了让你们 跟他一起玩这个赛车的 结果你们对他各种冷嘲热 真不要脸 对 我到现在还在上去呢 啊 东北一 这么好玩的玩具 在哪儿买带你玩 这个坏掉的摇护车给你 你把这个轨道赛车跟我换吧 啊 嘿嘿 大爷你别你了 这个轨道赛车 太在地方了 你看 小卖部放了这个玩具 东北一还怎么做生意啊 正好 我房间够的 你还是把这个搬到我房间去玩吧 蘑菇的说的也有道理 东北一 要不还是听他的吧 大爷 快看 这是你妈妈给你买的新玩具 哇 这是我一直想要的梦幻脱罗 竟然还是六连发射了 六合聚能引擎套装呢 那当然了 你妈妈给你买的 肯定要是最好的呀 太热玩了 我要把这个和蘑菇的 和分享 蘑菇的你快看 这是我奶奶给我买的新玩具 练艳陀螺战斗力高达十万啊 你看我的 这是我攒了十年的零花钱 才买的冰魄陀螺 战斗力起码一百万呢 那我们比一比 比就比 谁怕谁呀 我不想胖虎 你们也有陀螺啊 我们可以 可以什么 战斗力低于一万的陀螺 我们压根都不带 胖虎别理他 他那个陀螺都是纸糊的 一会儿给他碰坏了 还是找你赔钱呢 是吗 这可怕 居然还会碰瓷呢 我们是一大原因 谁说大家会碰瓷的 东北爷 是什么不能说的 碰瓷你 你们也太小瞧大鸭了 就你这破陀螺 大鸭一个人就能打败你吗 东北爷 我没听说吧 大鸭连陀螺都没有 怎么打 那是什么 哇 好高点的陀螺枪啊 对啊 这陀螺的战斗力得十亿以上 我们敢介绍挑战吗 那有什么不敢的 不过实际说明 输了不准哭 就是 我不信你一个人能打败我们两个 爹 我又赢了 大鸭 我们认输了 对啊 你这六个陀螺一起上 真是太厉害了 大鸭 船长听说你画画厉害 送了我一篮子鸡蛋 让你再给他画一幅画呢 船长能喜欢我的画 我真是太开心了 我们大鸭真是出息了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画画比大鸭好看多了 蘑菇腾 你啥时候能改改你这喜欢吹牛的习惯 我才没有吹牛呢 发音上的人都说我画画最好看 因为谁说不好看 我就瞪他们 蘑菇腾 那是他们害怕你全动吧 还不是 不是 我们来比赛啊 好啊 你们谁赢了 我就把这个加特林奖励给谁 先画个大太阳 再画几个在地上跑的王吧 这次比赛我赢定了 听说 老村长的孙子最喜欢吹牛宝宝 我就给他画个吹牛宝宝吧 这个画板是我在抖音商城买的 抖音商城超值购 精选签货 全抖音低价官方补贴 甲鱼腿十 都是夏天的月 照明日没见肉之子 咦 我画好啊 打身子这画画得多好啊 尤其是这个月 画得唯妙唯小 这加特林出了大胜似的啦 哇 这是黄金加特林 哎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现在心里在想什么 他们俩谁画得更好看 你一个人说了可不算 大鸭 我妈妈给我买了最近特别流行的手杂本 他们都说王家军你做手杂最漂亮 我要挑战你 好啊 正好我上次的手杂本还没用完 胖虎 哥劝你 手杂的事还是别和大鸭比了吧 啊 那咋办 我已经夸她海火了 我说我一定会打来大鸭的 啊 这样 你给我十块钱 我教你怎么赢 好 给你十块 你为什么用这么好看的手杂本 只能用这个垃圾本子 这怎样 可这样不公平啊 你要是不讲背感就讲背部 就只能用这个垃圾本子 那好吧 我试试 我先来 我妈妈说了 我的手杂本是最新款的 我这么聪明做一个漂亮手杂肯定是脚到前来不在华下 虽然我用的本子很丑 假意赔实 都没一说了 只要有信心 所有的困难一定都能迎刃而解 我一定要用我的实际行动做出好看的手杂 哎 你们俩在比赛做手杂了 对啊 姨姨 那这样吧 你们谁做的好看 我就把这个收纳盒奖励给谁 我宣布 胖虎的手杖更好看 你们的收纳盒应该奖励给胖虎 怎么让你妈来我们家买东西啊 可是我觉得大鸭的更好看 现在是一比一平 我宝贝漂亮 借投给胖虎 你这个是胖虎的了 哎 你们这明显是欺负大鸭 这样不公平 还是拿去棱里 让棱里人一起投票吧 哈哈哈哈 大鸭 你居然也想在人家服装秀比赛 你和小梅比不是输定吗 她每个学期都是第一名 大鸭 你在学校里一个朋友都没有 到时候谁会给你投票呀 嗯 大鸭 你每天穿的这么土 你还是放弃 那是因为我奶奶和蘑菇头 平时不让我穿好看的衣服 但是我妈妈给我买的 哟 给你买的什么呀 你不会说的是这件衣服吧 我送给小梅了 真不好意思 我穿的刚刚好呢 哇 小梅穿的像个小公骨 蘑菇头 这是我妈妈给我买的 你没有全的脸 你个臭技术的 你所有东西都是奶奶和我 师父给你的 赶紧去请你干活吧 我不会输 我一定会赢的 小梅 怎么了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 我想参加学校的服装秀比赛 你正想跟你说这件事呢 哇 这不是明星们都在穿的 绿颜仙中仙女裙吗 对呀 你妈妈说希望你能好好准备 服装秀比赛 这条青丝好漂亮 不过参加完服装秀比赛 我可能就不会再穿了 我想把它送给我的粉丝嘛 蘑菇头你快看 这是我妈妈给我买的新玩具 可好玩了 嘿 真是有意思 给我一玩玩 尽管拿去玩 咱们是哥们嘛 胖虎呢 带我一起玩呢 我昨天还给你辅导功课呢 讨厌鬼 怎么哪都用你啊 哼 我找胖虎呢 因为找你 你 带你玩 当然没问题吗 啊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玩法就是 你当在那儿的东西当靶子 哎呀 我不跟你们玩 不玩怎么行 我还没玩中呢 摸不到你 走到那儿啊 给我拿过来 哎嘿 你以为我打得走吗 你们这样太欺负人了 是你要和我们玩的啊 现在又哭哭泣泣的 真不害臊 我无头好玩吗 好玩 当然好 书妹姨 我们跟大家闹着玩的 只是软蛋 打人一点都不疼 打人变酷啊 你给你也买了一个超级厉害的软蛋枪 保证把他们打得屁股尿流 哈哈哈哈 老虎打哈欠 可我们记得不行 我就不信 还一个人比得过我们俩 哎 那是什么 哇 居然是加特林 还是会冒男活的那种 胖虎 你怎么等他人之情变自己会冒 不就是个加特林吗 哎呀 这要不服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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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我们就输了 东美宜 你这加特林软蛋枪在哪买的 在 大雅 你这加特林太好玩了 我给你一万钱 你把它卖给我吧 哎呦 大雅你比你大 这加特林不符合你书女的气质 他又是你形象了 嗯 你看 铁牛都不敢跟你玩了 所以 你还是把加特林给我玩吧 哦 哇 大雅你快看 我给你买了什么 哇 好漂亮的蝴蝶呀 可是东美宜 这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当然有了 他还会飞满餐 哇 好好玩 东美宜 我想把这个分享给粉丝宝宝吗 当然可以了 点击评论区置顶链接就行了 哎 胖虎 你这蝴蝶折子哪呢 嘿嘿 当然是我折的啦 漂亮吗 我去 没想到你是超汉的 这么心情手巧呀 哇 胖虎 你可以教我折这个蝴蝶吗 我可以 不行 你太笨了 这和一般人学不会的 哈哈哈 你又想说给他辅导功课是不是 王老师上次辅导他写作业 都让他给弃作业了 都要说你了 就是就是 再说这个蝴蝶这么漂亮跟你也不搭啊 男人去地里玩泥巴了 我们可不要给你玩 蘑菇头汤虎 你们又在欺负大雅 东美爷我没有 是大雅想抢我们的蝴蝶折子 我就说让他两句而已 就你们的折子也当个宝贝了 大雅你快给他们看看 会飞的蝴蝶是什么样的 哼 我本来是想跟你们一起玩的 现在看来 只能我一个人玩了 哼 你有什么好玩的 尽管拿出来 我绝对不会 哼 大雅 我们早就玩 行 我们就别玩了 嘿嘿 大雅 我拿这些卡纸 给你画成果的蝴蝶可以吗 这可以抓几百个蝴蝶呢 嘿嘿 大雅你别信他的 这些蝴蝶是单身小孩才玩的 你这么成熟 玩这些不合适 会被人笑话的 所以你还是把这个给我玩吧 嘿嘿嘿 是啊